好,我们继续,我把这个配置再敲一下 从电像流量,敲一下 Permit TCP any any eq 80,Permit TCP any any eq 443,rp access list standard wc,Permit host 172.16.2.150 IP wcp redirect list,就是redirect list,red group list wc interfacef020.10,IP wcp90 redirect in 好,我们看一下,现在来看一下第四个需求 第四个需求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只允许 通过其他的浏览器访问 202.100.1.1,通过htp的形式 那么用 火湖浏览器呢,我们就要给它做一个 过滤,做一个过滤,也就是说第四个需求,我们来找一下 那么这里呢,我们刚刚见了这个什么 先去自定义一个UR的策略 对吧,UR的策略 block site 当然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block site 去访问目标 202.100.1.2 这个地址 OK,之后我们添加主机 添加identity OK 我下做 定义identity 当然定义identity 定义用户 对吧,你可以理解成用户 那么当然,它默认有一个global identity profile 当然在老版本的这个WSA呢,这里是identity 在我们的新的9.2的呢,这里是identity profiles 所以说这个界面稍微有点不一样,做了一个 改动 OK 主要是这个描述 不一样 当然其实 原理都一样的 可以吧 那么这是一个global identity profiles 如果说使用这个呢,这个针对我们所有的用户 所有的PC都可以正常的去操作 去生效 可以吧 当然我们 仅仅只针对于我们的firefox 特定的用户呢 我们可以 去创建一个新的identity profile 怎么去创建 定一个名字 可以吧 匹配这个名字的用户 的IP地址 OK,匹配我们的主机 在高级选项里边 我们可以指定代理的端号 指定调用的URL的策略 以及我们用户的玩法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现在定一个testpc testpc 给吧 名字就叫testpc 好,之后呢 匹配主机 当然我们主机地址是172.16.1.18 当天testpc地址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高级的选项 那么这里你可以指定我们 代理的端号 指定这个URL的策略 以及用户的enget 用户的防御 那么我们选择这一个 用户的enget 针对于用户的这个策略呢 我们 调整成 Firefox any version 当然你可以指定firefox 某一个特定版本 你也可以针对所有的版本 只要使用firefox 对吧 都给它做一个匹配 都给它做一个匹配 那么也说当前我们定义了一个identity 一个用户 名字为testpc 地址是172.16.1.18 匹配的是firefox ok firefox ok 那么这里选择指定浏览器 然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呢 保存 保存 提交 这是我们定义了一个用户 然后看一下看一下 第1个 第1个也说这个查询的规则 先查询testpc 我们刚刚添加的这个identity profile 如果说查询不到的话 它会使用默认的global identity profile ok 那么我们可以commit一下 保存一下 那么也说我们第1步 匹配172.16.1.18 使用firefox的http的流量 可以看到这里是http htps都是匹配到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创建accessed policy 定义accessed policy 访问的策略 accessed policy 找到吗 web policy 好这里 accessed policy 访问策略 好这个访问策略呢 我们可以看到 默认也是有一个global policy 针对于所有的用户 针对于所有用户 那么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application monitor 204 也说可以监控204个应用 应用服务 对吧 URL过滤呢 monitor 行为是监控 监控79 然后这里是监控204 当然这是我们9.2的 那么7.7的呢 可以看到它默认监控是79 但是monitor监控 应用程服务 他只是146 相对来说我们新版本监控的 应用程服务还是更多一点 可以吧 更多一点 OK 我们可以看到看一下 点进去看一下监控哪些应用程服务 比如说这个blogging 对吧 应用程服务的类型 blogging 还有collaboration 协作 协作的流量呢 比如说统一通讯的 多媒体的 语音的 这些都属于 协作的这些流量 那么默认是monitor的 default action 默认行为是monitor 然后还有 企业级的这个应用程服务 应用服务 OK 那包括文件共享服务 Facebook服务 对吧 Facebook服务 它仅仅是监控 然后这个 带宽的限制是没有带宽限制的 这些都是默认监控的行为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 比如说google google的一些服务 游戏的一些服务 对吧 Itenew的一些服务 Itenew 大家经常用吧 只要是用苹果手机的 是不是 Itenew Itenew 是吧 好吧 你老是纠正我的发音 好 还有这个linkedin 这领音 对吧 也算是一个应用程的软件 我不知道大家也没用 你可以在 在上面添加你的简历 然后一些猎童呢 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里边你添加的信息 快速找到你 快速找到你 领音 然后 然后 就是 把你的 职业的这种角色放进去 OK 那么还有什么 MySpace Media Proxy Networking Software的更新 Webmail 这些默认都是监控的 OK 默认的行为都是监控的 当然我们也可以去更改 更改 这些 行为 比如说我要 改成什么呢 block 那一旦发现 Google的流量呢 我给他做block行为 可以吧 默认的 这些行为都可以更改的 那么还有什么 代理的流量 我们也可以做相关的调整 这些都是默认的 监控的行为 OK 那么 这里呢是多少个呢 204 240个 比起我们的204 比起我们的老的 版本的 7.7的 多了大概 六七十个 对吧 六七十个 那么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要使用新的版本的 给大家介绍 那么还有UR2的过滤 默认也是监控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monitor 79 对吧 79 那哪些流量是要做 UR2的策略过滤呢 比如说省计的流量 默认是监控的 当然我们可以调整成block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呢 电脑安全的服务的流量 我们也默认都是监控的 那么还有 聊天即时通讯的流量 也是监控的 这些流量默认都是监控的 可以吧 好 然后 你看 还有一些非法的流量 非法下载的流量 OK 然后 Mobile phone 移动终端电话的流量 这些都是默认监控的 所以说我们WAC 功能还是很多的 比如说上网 商品的流量 对不对 他都做了相关的分类 而且 针对这些分类监控的流量呢 都采取默认的行为 但这些行为呢 我们都可以去调整 都可以去调整 好 好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启用针对于我们自定义的流量的监控 我们先去创建一个 先去创建一个 我们刚才是看到默认的 global Policy 对不对 当然我们先去创建一个 我们只针对我们的 172.16.1.100 做一个防控制 假如说我这个 策略呢 我就叫TestPC的Policy TestPC的Policy 当然 这个Policy的Member的定义呢 默认使用的是 All Identify Identification profiles 也说所有的用户都匹配 那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 当然 针对这个 Identity profile 我们选择我们刚刚定义的 TestPC的 对吧 好 之后做一个submit 提交 好 现在默认是URL的Filtering 增加 注意啊这个排序啊 我们一般来说自定义的放在最上面 OK global的放在最下面 那当自定义的匹配不到 使用global进去匹配 对吧 好 那么看一下这个URL的过滤 那么默认是monitor 监控 监控 当然我们要选择我们定义的这个什么呢 Block Site OK Block Site 我们要做个block 也说使用 我们的TestPC 12.16.1.100 Firefox的HTB流量 我们要做block的行为 当然你也可以把这个选择include InPolicy Apply一下 那么这里会弹出来 然后呢 Submit 保存一下 把这个monitor 调整成block 也说看到这个URL的Filter 这上面呢 就有个block的行为 OK block一个暂停 OK 我们Commit 有这个描述 有这个描述 也不管它了 不做这个 书写了 我们可以看到URL的Filtering block1 然后默认的其他的是monitor 79 对吧 这是我们自定义的 自定义的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们拿去访问一下 看一下这个TestPC 去访问 HTDP 2.2.100.1.2 一个什么效果 对吧 好 现在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This patch cannot be displayed 无法呈现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定义的access policy 去访问 HTDP 2.2.100.1.2 已经被block掉了 has been blocked 对不对 因为我们WIC 这个流量需要重定向到WIC WIC匹配了这个流量的策略呢 执行行为 行为为block 对吧 当然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your organization Network Administrator to provide Code 什么意思呢 这个也是说 你可以把 这个信息啊 他是说 如果说你发现这个问题 被block了 你应该联系 管理员 对不对 让给你改过来 或者说做一些相关的操作 保证你能够正常访问 那这里呢 完全可以调整 调整成 我们的联系方式 OK 我们的联系方式 当然可以看到被哪个策略给干掉了 是不是block set 我们定义的这个categor 给干掉了 可以吧 好 像这里呢 我们这个block就可以了 那么 现在吧 你可以改 这个 下 这个也可以改啊 稍等 然后我再介绍怎么去改 好 然后我们这是火股浏览器 访问被block 我们看一下 IE浏览器 IE浏览器 不做任何的限制 该访问的访问 对不对 该访问的访问 QIP HTP Server 好可以看到我们当前这个代理一样生效 代理是80 OK 那只有火股浏览器被干掉了 因为我们做了一个block的行为 仅仅限制的是firefox 用户的代理使用的是firefox 去访问 好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怎么改 怎么改这个描述语句 改个好玩的啊 好我们找到secret service里边有一个 and user notification OK 当然这是英文的对吧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文的 我们也可以改成中文 先来看第1个选项 language 我们edit setting edit setting 好我们改成中文 看看 好那么logo呢 你可以 不使用logo no image 你也可以使用sysq的logo 也可以使用 你们公司自己的logo 当然了 定一个UR地址 去下载这个 连去连接到我们的这个logo gif的文件 就可以了 OK 那我这里呢 为了给大家演出方便 我就使用一个sysq的logo 然后还有什么呢 好 还有 这个联系方式 我这个联系方式我也改一下 给大家说一下 在这里这个输入法没有 有问题 找 512 电话 135 10088 76 对吧 好 改成这样 复制 暂贴 然后这email地址呢 我就244628363 atqq.com 随便定义一个 看一下效果 OK 然后其他的 比如说一些呈现的什么custom的message 然后这一块你也可以去改 然后 什么urlfiltring的warning的警告语句你也可以去添加 OK 那么以及nativeftp的这个 定义的这个选项你也可以去添加 我们保存一下我们只做相关的修改 好 之后呢 我们再测试一下 htp 2020 100.1.2 好 我们看一下 我刚才把语言改成了恰意是simple 对吧 简单中文版 然后把这个logo使用的是sisco的logo 对不对 在这里可以看到吧 对吧 然后语言是不是根据你的组织的访问策略 已经 block了 对吧 都是中文的 然后如果有疑问 情语 有问题 找胡适 什么135 什么联系方式 并提供以下的显示代码 对吧 包括这里啊 是不是都是中文的 对吧 对吧 这都可以改 都可以改 对吧 当然你想 弯一下 那么你可以去 到 and user notification 这个面板去更改 更改 那么可以对应的选项 找一下 对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面板的修改 面板的修改 好 这是 这是扩展的 给大家讲了一下 扩展给大家讲了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 再来看什么呢 第五个需求 第五个需求 我们再来回归一下 第五个需求说的是什么 我再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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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有PPT好用 因为我还没有时间整理上去 好 第五个需求是 二 更改htp server的端口 由80改成8080 然后我们要针对于wc还有re 然后使流量能够正常的重定项 也就是说我们使用的htp的端口号 不再是标准的 是一个非标准的8080的端口 那么在重定项里边又该怎么去做 能够保证我们的8080 非标准的端口号的一个正常的重定项的服务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好 我现在在r上面 我们的htp server上面 我做一个修改 rphp server pot改成8080 对吧 改成8080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访问80的 就不行了 我们看一下 http 2020100.1.2 这个不行了吧 对不对 不行了 on 什么caterized url 那么我现在使用的是 8080呢 是不是重定项可以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 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去做 怎么去做 好 当然我们先 刚才看到的只是能够正常访问 看看这个有没有去 地址 没有重定项吧 对吧 没有重定项 只是基于路由表 查询正常的一个访问 但是没有发送到WSA 这个地址也没变过来 所以说我们怎么去保证 重定项 能够正常访问 好 我们现在呢 看一下列表 那么现在看到的 我只是匹配 重定项的流量 有443和80 对吧 那8080并没有匹配 那么现在呢 我们现在先把8080加上去 permit tcp enny enny eq 8080 OK 也就是说8080的流量 也需要重定项到WSA 好 之后WSA做相关的修改 首先怎么修改 看一下 我们先登到WSA 在这个重定项的服务里边 重定项的服务里边 现在重定项的是8043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需要更改一下 点到WSA p的90 OK 把这个8080 添加上去 添加上去 也就是说再增加一个非标准的端号8080 保存 commit change 好 那么现在我们重定项的流量呢 8043 8080 都可以做重定项 对不对 都可以做重定项 好接下来呢 我们再启用web proxy web proxy 看一下 那web proxy重定项的代理的是80和3128 标识http的端口 OK 那么现在呢 我们是不是也需要把8080增加上去 不然他不给我们做代理啊 808080可以吧 8080再增加到我们的web proxy 那么只要增加上去 那么我们的WSA可以针对于803128 8080都标示着对于我们的http的服务做代理 可以吧 commit commute change 好 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看一下测试 访问8080 好 这里呢 我们用re浏览去访问 http2.2.2.1.1.28080 好可以上去 但是我们要知道要怎么验证 他是通过WSA代理之后 还是直接参与路易表正常访问的 修iphttpserverhistory OK 看一下2.2.1.1.2 这个地址是不是变了 变成了2.150了 代理的端口号 是不是8080 可以吧 但你看不清楚 你也可以在R2上去看 2.150变了吧 变成WSA的地址 OK 端口号8080 一个随机的高端口 去访问一个目标端口 OK 那么这里呢 就是针对于非标准的服务 那么来实现重定项 保证重定项能够正常访问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火狐浏览器 行不行 刚才我们火狐浏览器不是被限制了吗 对吧 比如说你在8080提示的是被block的 OK 那么我们只有通过IE浏览器 去给大家去测试 去测试 好 因为我们刚才在第四个需求被block了 OK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最后一个需求 bypass bypass 也说这个旁路代理 可以吧 旁路代理 也说什么样的流量 不做充电项 OK 那么这里呢 我们需要找到我们的bypass的setting 在websecretion manager 里边有一个bypass的setting 点进去 好 这里呢有一个sauce destination to bypass的代理 基本的选项 编辑一下 好 这里我们要旁路掉哪个目标站呢 假如说旁路掉2.2.1.1.2 那也说所有去往2.2.1.1.1.2的这个流量 都不做充电项 可以吧 都不做充电项 保存一下 commit一下 commit 那都不做充电项 是不是 我们刚才做了什么呢 http的代理 对吧 https的代理 8080的代理 应该都不生效了 对不对 好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都不会做充电项了 http 2.2.1.1.2 8080 说错了 好 依然是可以进来的 对吧 你访问的是8080 在r2上面 在http server上面 他会认为8080就是我的http 然后qrp http server server history 那么看一下有没有充电项 原地址是不是依然还是172.16.1.100 对吧 是我们testpc的原地址 他并没有发生了WSA 没有使用WSA的地址作为原地址 所以说呢 这个bypass是成功的 对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 什么 https 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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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那这里呢 就可以正常访问了 不再是我之前给大家说的这个问题 不可以正常访问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有没有bypass 这个时候速度还是会经过 不经过 直接经过R1 R1朝路由表就走了呀 WCCB就不做充电箱了 看一下 看下443 看一下啊 原地址依然是172.16.1.100 对不对 好 当然我们在火箍浏览器上 它也不会出现这个选项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进去了 那R1怎么知道不做充电箱 它是给推动 R1怎么知道不做充电箱 它是首先呢 它应该就经过R1的入接口 对吧 然后从电箱到WCC WCC告诉R1 bypass了 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吧 然后WR1在插运路由表充电R2 是这样的 好 现在我们的什么呢 WCC的策略也不生效了 对不对 OK 好 这是我们bypass最后的一个小需求 bypass 大家看到的原地址呢 依然是1.100 1.100 OK 这是我们路由器上做WCCP的server 怎么去设置WCCP 好 在我们WRC上有哪些选项可以去做相关的代理设置 我们通过一个实验 几个需求 给大家参数清楚 给大家参数清楚 对对对 对有点相当于代理服务器 就是代理服务器 不是 不是 那那个 做重新项 但是不改变原RP地址 那个是怎么做 什么不改变 欺骗代理是吧 嗯 欺骗代理不改变原RP地址 我现在在哪里做啊 啊在这个策略里边有个选项 让我们其他在哪里 我看看这个有没有 拿下标 把这个专业 这样 把这个专业 把这个专业 拿下标 拿下标 那這個看看啊 添加Demade profile 加一個看看 這個回頭我查一下 然後現在疑似想不起來了 應該是在這個欺騙代理 這裡 這張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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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udBallace based on server address LoudBallace based on server address LoudBallace based on client address 在這裡選擇L2Olin 那麼它就不會使用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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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的封裝以WSA 以WSA為原作為它的原地址了 對吧 默認是加一或者L2都支持 對吧 就是在這裡調整一下 好 好 那麼我們看一下這是錄影器的 對吧 錄影器的 好 之後呢我們休息兩分鐘 把防火牆的給大家講一下 好 我們繼續啊 我們繼續 接下來呢來說一下防火牆怎麼做WCCP 好這是我剛寫的 好 周周末的時候去寫了一個PBT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排錯排出來了 對吧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AC上面我們做WCCP 那麼剛才我們使用的是router 現在呢換做第二個server 對吧 第二種類型網絡設備 我們使用AC 那麼看一下AC上如何去做WCCP 原來很簡單 那麼也說我現在呢就不像在路由器上 我啟用一個P1口做代理了 也說我現在呢我用M1口 對吧 M1口既做網管又做代理 也說既做管理流量 既接收管理流量又做生產流量的代理 對吧 我們使用一個接口 再來給大家演示一下 那不像我們剛才這個實驗呢 一個接口用來網管 僅僅用來網管 另外一個P1口呢 作為代理口 那我們現在使用的是一個接口 OK 那麼這個接口既做網管又做代理 怎麼去做 馬上我會給大家解釋 那防火牆呢我現在是內部網段 我們代理服務器也在內部網 的 172.16.1.0 M口使用的是1.150 那麼防火牆內部接口1.1 外部接口2.2.1 白點1.1 對吧 好啦 然後依然是這個網絡TOP 網絡TOP 接下來呢我們看一下怎麼去做 我先初次化一下TOP 好我們現在起一個R就可以了 對吧 防火牆呢我就用這兩塊網卡 調接到我們的防火牆的G0口和G1口 然後這一塊網卡 調接到我們的這個M1口 然後M1口既用來做網管又用來做生產 對吧 OK 那麼當然這個WNC的調接我需要重新調接一下 VM3VM4可以不需要管它 然後這裡呢我先做一個初次化 然後ResetConfig ResetConfig OK Yes OK吧 先把WNC重新出的話 之後呢我們演示AC上怎麼去做 然後先第一條InterfaceConfig 然後Edit 1 OK 然後之後地址是172.16.1.150 按摩扣 研碼 3.255.1.0 主機名就取為WSAWorldFood.com 好 FTP 看一下 就一直回車 回車 OK 然後SET Gateway 第二條 指定誰呢 172.16.1.1.1 OK Commit 就這麼做 很簡單吧 好 好 然後把方向前啟用一下 放下臉上 2 收集1 2 1 就關了 就不用它了 用方向前來替代 2 再簡單出實話一下 NFSF0.0 No shutdown Rp address 2.2.1.1.1.2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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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RpHGB server RpHGB S Security server 3.1.1.2.2.1.3.6.9.25.25.25.75.25. ÜRPC 7.2.1.3.6.6.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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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ше LearConfiguration All 颜色改一下 好 然后我们hostNameAC改一下 InnerfaceG0 No shutdown NameWaveInside SecretLevel100 RpJS172 16.1.1 25.25.25.0 InnerfaceG1 No shutdown NameWaveInside SecretLevel0 RpJS202.1 白点1.1 R5.25.25.0 好 然后测试一下 Pin172.16.1.100 Pin172.16.1.150 这也是通的 因为我们现在都在VLAN1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调整一下VLAN InnerfaceF1-14 它是PC的ModeAccess Access VLAN10 内部用VLAN10 外部用VLAN20 可以吧 然后F1-10 AC的内部口连接交易接口也在VLAN10 F1-12 VLAN10 VLAN10 好 VLAN10 外部口F1-11 VLAN20 VLAN20 还有F1-2 VLAN20 VLAN20 再去拼150wac 好,通了 再去拼202.100.1.2 哎,这个怎么不通呢 通了,直于软板 好,那么也说现在的联通性 没有任何问题 对吧 好,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需求 对吧,需求 wac的初始化 wac的初始化 那么我现在呢 通过testpc 网管我们的wac 重新输一下 http 172.16.1.150 8080 是的 是的 8080 OK 登进去 当然你也可以关掉 重新再输一次 那这里呢,我们看一下这个lucence 有,对吧 当然这个初始化呢,需要重新的去初始化 wac.wolf.com 主机名 底下的可以任意去选择一下 next next 哪里需要做调整呢 这里 之前我们是不是配了一个m1口 仅仅仅作为网管口 p1口又设置一个p1口的地址吧 那我现在呢 既要m口做生产 又要m口做网管 那么也说这里呢 我们这个group千万不能打 一旦打上之后 生产的流量 比如说我们的http ftp 对吧 socks 这些都无法正常的去代理吧 那么所以说这个group一定要注意一下 OK 那么直接next 好next 说实话很简单 1.1 next OK 继续next 之后这个密码呢 我们还使用这个cic0123123 好email地址呢 还是随便写一个 对不对 next 继续next 好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次化的配置 很简单 使用m口 找一下m口 这是网关 这是邮箱 password m1口 对吧 m1口1.150 这是街口的一个名字 就相当于我们的neme 往往前的neme 对吧 那么使用m1口 仅仅作为网管口的功能是关闭的 也说它既可以接收网管流量 又可以代理生产的流量 install 安装 error 怎么会error 怎么会error呢 好 那么出现这个问题 第一次见啊 保存一下 看看能不能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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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的 刷新一下 刷新一下 重新登一下 用户名外的命 命码 i r o n p o r t 重新出现 重新出现化一下 刚才是没有生效 对吧 没有生效 setup 起来我就快速的出现化了 好 热书一下 行 行 ok 最后再登一下 可以了 好 可以看到这个System Setup 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的方法墙依然需要做代理 当然WSA的配置是一样的 对吧 那我们先把WSA的代理 给它调整一下 使用WCCP的VR 给我们增加一下服务 还是WCBD9090 代理的是80443 这两个 所以地址是172.16.1.1 防守墙内部接口 ok 好 检查一下 这是我们WAC的WCCP的相关的配置 做同定项 对吧 然后我们防火墙怎么去做呢 看一下R有没有加路由啊 没有吧 防火墙 走一下防火墙 防火墙的配置和我们的路由器的配置稍微有点不一样 那我这里放行的流量稍微有点广啊 看一下 好 如果去配置WCCP 当然这里我需要调整一下啊 我给大家介绍两条指令 第一条定义一个重定向的列表 对不对 那么 access list red 还是用这个列表 promit ip 所以啊 我之前放的是不是TCP NNNEQ80 对不对 然后EQ43 那在防火墙上 它的一个防控的列表书写的格式 应该是这样的 ok 那我们可以放明细的 比如说你要代理80我就放80 你要代理43 我要放43 你要代理8080我就放8080 但我们也可以通过一条列表 放一个很广阔的流量 比如说172.16.1.0 二十四位的网络去往任意的流量呢 我都需要做重定项 可以吧 都需要做重定项 好 这是这一条和我们路由器的 放映的流量是一样的 当然 再写一条 当然在我们路由器上 也可以去做一个 deny rp host 172.16.1.150 any 好 注意啊 这条指令呢 我们说过 在路由器上 我们并没有敲 那么这条指令什么作用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列表 它deny的是原地址为172.16.1.150 这是谁的地址 WSA的M口的地址吧 去往任意的流量 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重定项里边 我们不做重定项 那么其实这是一条优化的指令 比如说你可以巧也可以不巧 也说从WSA为原发送过来的流量 不要被重定项 对吧 OK 也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图 那比如说我现在tether pc 是不是172.16.1.0 网段的用户 那么它过来到AC AC是不是要重定一下给WSA 那么WSA再带领我们的用户去访问 sever吧 对不对 那么我们的172.16.1.150 WSA是不是也在这个网段 那我刚才放行的是不是172.16.1.0 24位的网段的用户都要做重定项 对吧 重定项给谁呢 重定项给WSA吧 OK 那么现在呢 我现在原地者为WSA172.16.1.150 如果说它要去访问 经过AC去访问我们的internet 那么这种流量呢 有没有必要做重定项了 没有吧 没有怎么办 就是我刚才加了一条deny的语句 也说 这个列表的书写方式 我再加一个deny 原地者为172.16.1.150 any 去我任意的 也说有WSA初始化的流量 我们不做重定项 对吧 不做重定项 当然这个列表书写的有问题 小马同志哪里有问题 来找一下这个问题 杨阳 那个安妮应该放在前面 哪个安妮 那里 deny 那里 那里 对 好 这就经常犯了错误 我刚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也没注意 然后 看到deny 你就想到应该放到前面 因为防控的列表有个隐藏的denyout的语句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要调整一下 好 AccessList Line Line 1 09 IP host 172.16.1.150 ending 就让有设计的List 还没想上去啊 我刚才写的是放的发现重复的项目 这个还是重写一下 里尔 先把这个粘上去 先把这个粘上去 放在前面了吧 是不是蓝一了 是deny的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放行 WIC去防外部的流量不做重冰箱 这也算是一条优化的指令 当然我们刚才在路由器里边就并没有去说这条指令 对吧 那么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没有那个deny它会 对它又要重新向到WIC WIC又要回来 对 没任何意义 对吧 这是一个调整 这是一个调整 来介绍一下这两条指令 第一个匹配的是重定向的流量 第二条指令 从WIC出示范的流量 不要再被重定向 OK 然后我们再定义一个WIC的列表 匹配的是我们WIC的主机地址 可以吧 当然这里呢 你也可以不用去启用 我这里给大家做一个操作 比如说我现在直接启用WIC OK 那我不写这条WIC的列表 那么也就是说我不匹配WIC的地址 看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做一个WIC 90 RedirectList RED 对吧 比如说后边的group list 我就不加了 直接回车 OK 所以我WCCP看一下在结构下怎么调用 Interface Inside 90 Redirect In OK 也说从inside接口进来流量 都要做重定向吧 对吧 那么也说我这一个是 是不是只是重定向的是ID 这个防控的列表里边匹配到流量 但是我并没有指令要发送到哪一个WIC 去做访问代理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正常的成功 我们可以debug WCCP的packet debug WCCP的event 好 看一下啊 首先收到一个hrm hrm hrm 从谁呢172.16.1.150过来的 然后发送一个rcu 那么他们之间协商参数啊 协商这个保活的信息啊 是不是都通过这两种类型数据吧 对吧 rcu krm 还有rcu ok 然后我们修wccp 90 可以看一下 当前客户端已经注册上来了 对吧 我们服务器是防火墙一个 客户端WIC1.150一个 当然现在没有重定向的包 但是我们重定向的流量呢 要满足我们的防空的那边ID 那并没有指定我们要发送到哪一个WIC 那么他就以广播的形式在本地局域网去查找啊 对吧 你要指定的话呢 他只发送到1.150 不指定的 他会向本地局往同一个微赖里边去寻找WICP的Glant ok 好 接下来我们测试一下 我们测试一下 现在代理的是8043 看看能不能成功 看一下有没有成功 QIP HTP Server 地址是不是1.150 1.150不就是我们WIC的M口的地址吗 他不是1.100吧 对吧 所以说这个WCP也是成功的 即使你不去指定我们的WIC的地址 也是没问题的 ok 那么他们会在一个同一个局域网里边去注册去协商 对吧 当然我们严谨一点 严谨一点 是不是也应该定一个access list 那么WIC commit ip 172.16.1.150 对吧 然后我们WCCP90 Redirect list ID group list WIC 好 我把这个 再加个group list WIC 然后再加个WCCP ok show run WCCP 加上去了吧 加上去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能不能成正常代理啊 show WCCP 现在是不是指定了WIC 对吧 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有客户端注册上来 先等一下 等一下 一个router ok 已经可以看到了 对不对 我们再来show一下 现在是不是已经注册上来 但是重定向的包并没有 ok 我们来触发一下 修 IP HTTP server history 修出了吗 好 是不是地址也变了1.150了吧 可以吧 那么一样的道理啊 也说你指定WIC的server的地址 client的地址 不指定都没问题 在WIC上 W 在AC上 show WCCP 90 是不是有数据包 重定向了 对吧 show WCCP 90detail usable ok usable show WCCP 90service 中定向是8043 可以吧 8043 ok 那么这是我们的 方法强的第一个代理 可以吧 htp的代理 当然我们也可以 这样写嘛 不写group list 当然这个顺序需要调整一下 顺序需要调整一下 然后也可以写明细 tcpnn eqtnet eqhtps 都是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ok 好 重定向我给大家说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小需求 第二个小需求 请用htps的代理 请用htps的代理和我们的路由器上差不多 再来回顾一下 再来回顾一下 htpsproxy 编辑 默认是关闭的 对吧 默认是关闭的 拿这个lacens 接收一下 好 产生一个证书 刚才 刚才定义一下 年月份 没办法 generate 好 检查一下证书 之后 submit 提交 继续 继续 保存 commit 好 之后我们测试一下htps 还是 还是不同 对吧 不同 咱们看这里 修 wcp 90 detail 在这里 修rphdp server 可以看到43 也成功代理了 对吧 也成功代理了 那么这是我们刚才在路由器上做出来的现象 在房奥墙呢 依然是这样去操作 ok 需要一封证书 如果有证书可以上传 没有证书 也可以产生一封至前面的证书 好 再来看 定义二二策略 可以吧 定义二二策略 房奥墙也是一样的 重复做一下 添加一个 叫block site block site 20 2.1 100.1.2 点进去 保存一下 这我们再去创建 identity 用户 添加用户 可以吧 名字呢 叫testpc testpc 地址呢 是172.16.1.100 用户的安锦呢 用户的代理呢 我们针对于ens firefox firefox 对吧 同样的方式 先定义一个匹配 testpc 通过firefox浏览器 去访问202.100.1.2的流量的identity 就可以看到这里 对吧 就commit一下 再找谁啊 是不是access policy 访问策略 访问策略 在这里 然后添加策略 名字为testpc policy 随便定一个啊 选择我们 指定的 添加的 profile 保存 好 在这个位置 选择 block 选择block submit 这是和我们路由器一样 这里主要是换个防火墙 看看效果怎么样 对吧 ok commit commit 好 然后我们去测试一下 火湖浏览器不让过 对吧 http 不让过吧 对不对 re浏览器可以过 需要ip http server 黑嘴 这个是不是也变过来了 对不对 地址也是172.16.1.150 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URL的策略 URL的策略 那么我这个PPT 不是PPT PDF写的比较详细啊 大家拿着就可以做一下 好 再来看最后一个需求 不是最后一个需求 下一个需求 我感觉最麻烦的就是这些截图 做实验很快 截图整理特别慢 好 当然这个也可以去修改这个呈现的界面啊 刚才我也给大家显示 颜色了 这就不做颜色了啊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整成中文 或者说修改一下这些信息 好 我们看一下这个非标准的http的重定项 那我现在呢 把这个 R 改成http 什么呢 Pot 比如说我试一下这个8080 看看8080能不能重定项 非标准的 那么首先找到哪呢 像是pot redirection 对吧 把这个8080添加进去 这是我们刚才的一个操作 好大家看一下 这里会报一个错 会报一个错 什么意思 pot8080 is already in use 那这8080在什么时候用呢 是不是wc本身 使用了这个端号 通过http 172.16.1.150 8080被防过来了吗 那么也说这个端口已经被用了 对不对 那8443呢 也被用了 所以说呢 我们这里代理呢 我们改一下啊 改成8000 那考试呢 也会有这一个小问题 那解决方法 我们可以改一下其他的端口 也可以进入到 wc后台这个interface config 咱们来看一下 edit 我们看一下 好ftp开了吧 使用端口21吧 好 ssh2.2吧 http是开了吧 使用端口8080吧 那你可以把这里的端口 改一下改成其他的 我们就可以重定一下8080了 ok 因为刚才 wc本身 把这个8080已经使用了 对吧 好 这里呢 你也可以做个no 比如说刚才做出示范的时候 把这个htp的服务给关了 只让我们使用htp s8443进去访问 也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ok 当然我们现在为了实现这个 正常的一个访问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r上面 我们使用8000 使用 另外一个非标准的端号 让它改一下 发现 好 也说我这里也需要改一下 already used吗 给它重定一下一个没有实用的端号 好 也就是我现在8043 8000 都可以重定一下 好 那么这只是添加了端号 对吧 还要到web proxy里边 web proxy里边添加我们的80 8000 好 好 现在我们可以测试了 说一个非标准的端号 HTTP2.2.1 百点1.2 8000 说可以进 可以进吧 收集 修RT HTTP Server History 这8000也带领了 对不对 看有点小 8000 地址1.150 OK 这也是一个非标准的端号的一个代理 当然主要是换到防火墙 我们再测试一下 对吧 那Firefox你就不能防问了 因为刚才被那个block site 测试干掉了 好 最后bypass 我们再测试一下 bypass 找到bypass 启用 pass掉 202.1 百点1.2 这个目标站点的所有流量 不做重定项 不做重定项 验证一下 先用TESPC验证 HTTP Ie浏览机 1.2 到了这里由于我们目标server使用是8000 所以说你这里也需要输8000 那我们可以修IPHTTP server 黑子 看一下 放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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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放大的 是不是 1.100了 不再是1.150了吧 bypass掉我们的这个重定项的去往202.1 百点1.2 基于目标 bypass 对不对 OK 也说没有做重定项 没有做重定项 好 再来测试我们的火谷浏览器 刚才不是出现这个界面吗 然后我们再来测 HTTP 2.2 点1 百点1.2 8000 好 它没有被我们的block size 这个策略给阻止掉吧 对吧 没有被阻止 而且呢 原地址 Ian是172.16.1.100 没你吧 这是bypass的代理 旁路代理 OK 那么说到这里呢 我们就 结束了这几个需求 最后呢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排错的技巧 查看流量 查看报告 好 也说WSA呢 最后我们也可以去找到我们想要查看的报告 去看到这些报告去 查询一下当前网络的一个 大概的情况 那么怎么去看报告呢 这个reporting面卖里边很多报告 比如说我们myreport可以看一下 好 那么可以看一下这个系统的system的resource的占用情况 CPU啊 RAM呀 以及这个log呀 对吧 然后也可以看一下这边 什么呢 webproxy webproxy 当然你可以导出嘛 OK 那么这边呢 相关的webproxy的汇总 你也可以导出 方便你做这个报表 OK 那么还有这个 被block的 对吧 被block的 以及被我们定义的URL策略 block的 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 一个情况 这一个汇总的面板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block size 访问的情况 9个 对吧 OK 那么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地址 是172.16.1.100 只有这一个地址被block掉 OK 只有这一个地址被记录 那我们就使用的是TestPC 所以说这里看到的报表呢 仅仅只是172.16.1.100 那么再来看 这是汇总的报告 你也可以看website 比如说用户的报告吧 第二个 用户的报告 哪个用户呢 172.16.1.100 对不对 带宽 OK 传出情况 OK 然后block的情况 这些都可以看到 好 当然你也可以基于week 基于 基于什么呢 30天 基于month 基于月份 来去看这些情况 好 这是基于用户的报表 还有URL的策略的报表 可以看到相关的一个使用情况 比如说 没有定义的URL 对吧 这个正常传输的 然后定义的URL block size 这个策略 然后被干掉了 是9个 对吧 9个请求 然后computer以及internet 那么这边有几个访问 对吧 那总共有多少访问 这个报表还是挺详细的 你可以导出 这个有个export 对吧 export 以及这些应用应用 应用 可以看到这些应用 当然现在并没有相关的应用所监控 所以说这里是没有数据产生的 那么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防什么间谍软件 对吧 这些都是可以通过这个reporting去查看的 那么还有一个web的tracking web的tracking 这个也是经常用到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proxy的service layer4的service 还有呢socks的service 这三个你都可以选择 比如说我看代理的服务 我也可以看市场的一个监控的流量的情况 也可以看socks的代理都可以选择 那么怎么选择呢 比如说他们软件 我看这一天的 我们设计一下 好可以看到 你看我访问的情况 几点几分 访问的哪个站点 访问的哪个站点的端个号 然后使用的是哪个策略 然后是什么行为 是拒绝掉 还是block掉 还是允许 那么所占用的贷款 以及用户的地址 这些都能看到 可以吧 这些都能看到 那么这是web的tracking 这个比较常用啊 比较常用 那其他的你随便看看 研究研究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是我们wc 最终的一个情况 到了 这里呢是我们的ac 我再简单的来说一下 交换机 交换机我就不给大家做了 就给大家介绍一下 它和路由器的配置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还是有点小区别的 好我们看一下lab lab解答 我看看啊 wc 这是lab三家 应该是lab三家 好 switch上面如何做wcp的server 比起路由器 就多两条指令 一条是sdm preferrouting write memory reload 比如说你拿一个交换机 作为wcp的server 那么首先要启用sdm preferrouting 那么比如说我们 只有启用了这个指令 那么这个wcp才能生效 什么是sdm 你不知道sdm 你总知道asdm 你不知道asdm 你总知道rdm 那么什么是dm 是不是device manager 对吧 设备管理 asdm不就是acea的device manager rdm不就是rps的device manager 那么顾名思义sdm是什么意思呢 secretedevice manager 也说交换机的device manager 然后把这个启用了 然后能够提供一个图形化界面的反方式 那么wcp才能生效 好 然后保存重启之后 那么我们wcp在交换机上做server 才能够生效 那么其他的配置和我们 路由器差不多 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定义一个wc的防控的列表 匹配wc的地址 之后定义重定项的防控的列表 当然第一条加一个deny 排除这个什么相关的流量 对吧 wc出售化的 然后之后呢 启用wcp在vlansvi介绍 三层口下面调用 可以吧 因为交换机上没有这个interface 没有以太口 我们可以启用一个 因为交换机上都是二层介绍吧 对吧 我们可以启用一个svi interface vlan相关的vlan下面做一个充电项 那么和路由器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 只是调用介绍不一样 最主要的还是这三条指令 对吧 要想成功呢 你就需要sdm prefer routine 之后保存重启 之后再去做wcp就可以成功了 好 这次交换机上 也算我们wcp server 交换机 路由器 防火墙 我们都给大家介绍了 怎么去启用wcp 好 好 那么这也是我们wcp所有的内容 好